制定通過 一整套的植栽保障體系 但是母法通過後 不代表本法立即施行 因為還有24項配套執法 仍待制定 才會由行政院公告施行 包圍我想母法過的 重要是後面的執行 那相關的執法 我們因為盡速研拟 會讓它整個完整 然後在最完備的狀況 讓它上路 不光立委陳寅點出 儘管目前栽保法立法通過 但距離正式施行至 仍有段籌備期 擔憂若在這段期間 申請職災補助的勞工 是否還無法適用新法規範 取法前當然是用原的法規 新法過後當然是用新的法來進行 然後有時候 因為你們審核過程過了很久 然後後來新法上路了 所以你這個 這個就是有一個尷尬的過渡時期 你們這個完全都沒有彈性 在定這個法的時候 就有談這個過度的條文 委員擔心說是這個 這個當事的權益 我想應該是不會受到影響 由於這部專法 有關未來全體勞工 碰上職災的權益保障 陳寅呼籲 勞動部應謹速完成 執法定定並要求相關單位 兩週之內將在保法下的 24項執法名稱 法員依據以及預計完成制定日期 統整治表給未還委員會 各委員辦公室 以例追蹤進度 原事新聞 請問我請問 布拉瑞昂立法院採訪報導 按摩 小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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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自在